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农业气象 在天气上面随着这个卡努台风 通过台湾南方的海域之后 逐渐往西移动 朝向这个海南岛以及广东方向移动 那在这个影响上面 虽然说台风的本身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 可是它的外围环流 持续带来暖湿的东风 到偏东南风的情况 所以就带来一些降雨了 主要是在台湾的东半侧 会有明显的雨势 要多留意了 在桃园以北以及宜花东 恒春半岛以及高平地区 持续有震雨或是雷雨的状况出现 中部山区依然持有这种短暂震雨的情况 提醒您要多注意 在未来三天天气没有这么稳定 那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也都是比较大的 在海边以及海上活动的话 一定要多注意 这个风浪条件是比较差一点的 至于在农丽木小天临上面提醒给大家 水稻的天区要保持这个田间的排水畅通 如果这个蚝雨呢是容易破坏叶片组织 诱发这个二期到座的百叶酷病发生 如果在这个大雨过后要密切的这个加强防治 另外蔬菜杂粮类呢 因为幼小菜苗容易因为蚝雨打伤 或是这个土壤淹没 可以在这个准备一下 复根之后的这个幼苗苗株来做这个准备 另外青葱以及这个高叶菜应该要留意这个倒伏的状况 雨试过后要尽快的这个防治疫病 像是这个软腑病等等 而且清理破损的叶片 尽快恢复这个耕作 另外也要留意在好雨过后呢 要保持田间的排水畅通 来防止这个作物的根系 因为受损或诱发其他疾病发生的状况 外出工作也要多留意 未来几天天雨入滑 小心这个人身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在天气上面 因为这个开风卡努呢 持续往西边移动 所以呢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虽然是不直接影响 可是在整个东半侧都带来一些雨势 因为它带来是整个偏东风到东南风的过程 所以我们把它拉近一点就可以明显看到 在这个东风的过程 整个台湾东半侧都是会有明显的降雨 那至于在这个礼拜天开始 慢慢转成东南风 降雨的情况呢 主要就还是在这个台东 以及屏东的南部 这些地方才会有一些雨势 那在礼拜天开始 这个北部的雨势就开始慢慢趋缓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未来几天的降雨状况 在星期六以及星期天 主要是这个东侧 在星期六的时候 北部还是有一些降雨 那到了星期天 转东南风之后 降雨主要集中 就是在花莲的这个中部到南部 还有这个台东 以及屏东等地 所以呢在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 都会有一些雨势要多注意 那么到礼拜一之后呢 水气慢慢减少 又转为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状况了 所以呢在又到了礼拜一开始 天气才会逐渐的回稳 好礼商见天气 谢谢您的收看